把握中国经济脉搏 高端延续纵论经济状略 区域如何发展 行业如何布局 大开中国经济论范 回首十五 展望十一五 中国经济大奖堂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 特别节目中国经济大奖堂 说到民营经济 很多朋友马上就会想到浙江 确实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人走南闯北开办喜悦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浙江人 经济的脚步已经走向了全世界 并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浙江精神中所包含的勤劳智慧 勇于开拓的这种精神 给我们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刚刚迎来十一五发展 七十七的时候 浙江又传来了好消息 浙江人均GDP率先在全国 突破了三千美元的大关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 走在前列的东部省份来说 很多朋友不禁要问 浙江经济的动力支援到底是什么 未来五年 浙江人现在在思考什么 又在筹划着什么 我想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位主讲嘉宾将会为我们 一一打开这些问号 现在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先生 曾经在陕北农村场队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 一任县委书记 各区副署长 立委书记 市委书记 省委副署记 省长 2022年10月 从浙江省长的位置上 调恋浙江省大省长 当年11月 参念浙江省委书记 后天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大家好 在拍讲之前啊 我想先说一下浙江这个名字 这个 人家讲 人如其名 我们可以说呢 是地如其名 这个浙江的由来呢 这个名字 就是 这个 神唐江 江是曲折 所以过去又叫枝江 由于它的曲折 又叫浙江 那么我讲这个名字呢 就是省与江明 它 蕴含着 许多的转折和曲折 这也正向 浙江的历史发展 有着很多的 转折和曲折 所以我从这里呢 开始讲起 首先讲转折 近几十年来 浙江最大的转折 就是改革开放 东南沿海 众所周知的原因 建国以后 工业企业不太多 工业建设不太多 那么 赤湖以来呢 浙江虽然 也有很多的 鱼里之乡 但是呢 陆域资源很少 人多地少 所以从城省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在这个 农业的资源顶户方面 也是一个 分顶的省份 没有工业 典型的农业省 资源资源区乏 这就是浙江的一个省区 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中央的 政协领导下 浙江的历届省省政府 高级邓小丁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伟大气息 团结我们浙江的 干部群众 艰苦奋斗 开拓进去 所以说走出了一条 具有浙江特色的 经济发展的道路 从1978年到2005年 全省的GDP 年均增长13.1% 总量从124亿元 增加到13340亿元 那么我们在全国的位置呢 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 人均GDP呢 由第16位 也上升到第4位 与此相应的很多指标 我们在全国呢 都是排在第4到第5位 像投资 消费 不爱贸易 像引力卖资 财力收入 那么我们有一个呢 指标还是比较高的 那就是城乡 居民收入 是在全国排的第三位 省期的第一位 那么 经过改革开放的一个大转折 浙江呢 就由一个农业省份 转变为一个经济大省 从体上说呢 浙江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 中后体制 代理的说 曲折 我们过去呢 经济的发展 也是这种 这种历史的必然 就是走的是一个 低成本扩张 粗犯回经营的路 过去没有 这个国有的一些经济 没有一些大企业 工业化之初呢 它是一种 家庭工业 清晓工业 起步 优势在于此 它的制约也在于此 跨入新世纪以后呢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 职业能源 消耗 预力的增加 现在呢 就是给我们带来的 全开环境的一切